浪漫其奴 浪漫其奴 正经则为 浪漫其奴 首先真的很感谢神科火国能利用百忙的时间中抽出这么多时间来给我们进行采访 因为我们也知道您在汉地的这种红爬的事业也非常大 所以到处走的这种事件非常多 很难有机会能够提论下来像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接受一些采访 那么我想第一个请师傅想谈一谈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深根活泼的中文水平是非常好的 也写了很多的这种中文的文章 您有时特别善于利用互联网这种新媒体进行红发力行的活泼 所以您在汉地的这种本教弟子里面的这种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很多人都是看了您的文章以后才更多的去了解了本教的历史以及他的修学的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想请师傅谈一谈您在这方面红发力行的一些经验 谢谢 我先给你们讲一点 就是之前我自己写文章包括给别人讲法 之后我就又变了 为什么要变这个中间呢 以前我们按照传统的讲法 按照佛记里面的东西讲给别人的 然后我们在解释或者就是讲经的时候呢 有经书来解释另外一个经书 之后呢我自己也写了这个包括藏尾上面的危险 也是比如说一个般若的经 另外一个般若的经来解释金刚经或者新经 那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僧人来说是很大的作用的 但是呢对于一个老百姓呢本来就一部经书不了解 另外一个经书来解释的话没有太大的作用的 之后呢我来到汉地 然后呢更多的信徒们本来对佛法不是很了解的 然后这时候我就想用什么办法来对老百姓 对汉度的或者不同的民族就认识这个佛经 这时候我想到一个佛就是佛陀说过一句话 这是我们本教的佛祖 佛陀摩就说传法要按时代要传法 之后呢我就知道他的本意是什么 我们有什么样的时代 你有什么样的东西 不能说老是以前的传统的最古老的等等呢 对很多人的根基和这些都不一样的 所以呢我就回来就是用这个这边的方法 因为现在这个网络的时代 另外就是大家都利用这个互联网或者这样的 佛陀早就说过为什么要说按时代去传播 按时代来利用时代的东西去传播 因此呢我就是利用这个网络而去传播的 当初我第一次我用的是苦苦 那时候呢我就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自己有想在学习怎么去捐区啊 怎么去给朋友教女儿等待 利用了这个苦苦而去给大家聊天 把佛经的东西 然后按照现在的人类有烦恼 等等呢就是配合 然后我就也捐了很多的区 然后呢我自己捐了区呢 让别人来管理 我等得有这样的区 然后呢 年半年开始我听说过微博 之后呢我就 这听到微博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呢 我就在网上自己输入怎么去捐这个微博 然后呢博客等等 然后呢我就这个博客呢 我自己当成一个将来就是一个词典一样的 本教的词典一样的 而我自己去摸索探讨去 一天的时间里我就把博客怎么设计啊 怎么去发图片啊 然后在里面发可以文章等等 我自己也发愿 我坚持做到第一 就是我每天都要发 或者一个星期里面我必须要发两篇文章的 第一次我先博客的时候呢 里面有很多的错别者 为什么有错别者呢 我是一个藏族人 而且对汉族的文化 汉文都是不是很了解的 但是呢遇到了很多人呢攻击我 有时候教派上面的 还有有些呢文笔上面等等 但是呢我从来没有给他们抄 我只是把他们当成一个老的老师 一个师父一样的 每次他们说我的时候呢 我说一个谢谢 然后呢我这样的一直去传播 也是这些人的帮助我 我很多的机会学习 怎么去博客 写得完整 写得更好的 最后呢我就用通过网络 另外就是通过现代的人 需要的东西 我自己去了解 也看了这个汉地的老子 控制这些讲的有些经典 另外就是现代的有些学者 大德 或者就是新方的有些讲法 就是通过这样的去把它传播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博客也好 我的微博也好 这些当时我自己的一个工作是一样的 也是我是一个传播的一个机会的 之后呢就出现了个微信 还有公众平台 有通过这样的 而且是我也见过一个网站 这个洪称师兄的帮助下 我没见过网站的 通过这样的去把这个西藏最古老的 本部教也好 西藏的文化也好 这些呢我就这样的想办法去传播的 我就是用这种来去把这个文化也好 这个信仰也好 这个佛法 就是用通过这个网络而去发展的 我自己的想法也是佛祖说的 就是按时代去传法 按时代的东西就利用而去传法 因此就是这样的 谢谢 谢谢师傅